大家好,我是刀刀鹏 这期节目是由于我自己架子谷的授课群里面 有一些朋友经常会问我 说刀刀,我想弄套架子谷 我应该怎么买这个谷啊 怎么买柴啊 包括我应该怎么选这个锤 我发现可能这个也不光是我群里的朋友 可能对于很多对架子谷感兴趣的朋友 哪怕是想学想入手的新手们 可能都会有这个疑问 所以今天我就专门做这么一期节目 来给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这些经历 和我选择的方式 如果您还没有加入我的刀刀鹏 架子谷必修课的话 在这正好我也给自己做一个广告 在这个课程里 我会重点给大家介绍各种风格音乐的基础知识 以及它们的编古知识 这样当您拿到各种不同风格的曲子的时候 您就不在网上去找那个八谱了 很多时候还没有 您自己就能把它编得非常的好 并且我们还有一个课程的群 所有课程当中的练习 您都可以拍成视频 我会尽量的给您进行反馈和指导 而且您还能在那个群里面 提各种打掘架子谷相关的问题 只要我看到都会给您回 首先先说一下 我自己是签约了这个Innovative和赛滨这两个品牌 Innovative是专门出锤的 然后赛滨是出这个茶以及谷店 咱先说我这期节目 是没有收他们任何一方的这个推广费用的 但是由于我跟他们签约 所以我只能用他们的东西来举例 这期节目用到的所有例子 来自于这两家成家 具体选购东西的原理 其实各个品牌都差不多 您可以找寻您自己喜欢的去用 咱今天第一个话题是 如果您手里有笔钱 您想拿它去买股买这些设备 优先级是哪些 所有打掘圈的朋友 专业的人 尤其是我们这边 常说的 有钱最好干的第一件事 先买一个合适的股凳 那个股凳最好那种液压气压的 就是您一按那个扳手就能往起台 然后您往下一坐 它能下去的那个 因为我们在各个地方打股的时候 能是不是能随时调整你的高低 能不能坐得舒服 这个事可能是最重要的 然后其次放在第二位的 我们会推荐所有人买好的铲 是因为铲这个东西就是一片金属 您基本上没法再拿它做什么了 所以铲的好坏 直接它您买成什么样 它就是什么样 所以有钱呢往好的铲上去搁 然后排第三的是锤 这个锤呢虽然不像铲似的这么可丁可满的 只有合适的声音才行 但是呢 锤对您击打的这个方式 对你手的反馈和你能不能打出一些 比如说是不是很容易的打出双跳啊 滚揍啊 移动的时候是不是方便 其实很重要 而且这个锤的便宜 对吧 您要说您想买那个和您心中最理想的那个鼓手 您的IDOL 一模一样的设备 您可能其他的都得花大价钱 唯一一个最省事的能跟他看齐的就是鼓锤了 所以鼓锤排在第三位 然后排第四名的呢 是鼓 您别着急 还真不是因为说咱不种植它或者怎样 鼓这个东西啊 鼓身本身是质量差别最大的由头 因为它这个木头组成的不同 但是决定鼓声音好坏的最大的原因 其实是跟这个鼓皮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哪怕您买的那个鼓本身没有那么那么的顶级 但如果您能买到一套比较合适的鼓皮 以及您能把那个鼓皮调音调的很舒服 那么这个鼓本身的声音也不会差 所以相较而言呢 鼓的花费可以放在最后就行了 所以今天呢 咱们主要来讲 啥和锤 咱先从便宜点的来 咱先说这个锤 而且呢 锤的种类也非常多 那么首先说 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们买锤的时候 先看这个锤啊 它是什么样的型号 很多朋友买的时候呢 可能是不分的 尤其是您又打小军鼓 又打架子鼓的话 小军鼓和架子鼓的锤 它就不是一种 比如说哈 我这个是 我个人最喜欢的小军鼓的锤 是Chris Lam签名款 是纽约爱乐 大决首席 他的锤呢 反正我用很舒服啊 您看这是我们小军鼓的锤 锤头也比较大一些 和我的这个 架子鼓的锤比一比吧 您看吗 就是锤头要稍微大一些 然后锤杆呢 也粗一些 而且也长一些 这是在交响乐当中 打小军鼓 如果您想打出 比较丰满的这个音色的话 那么小军鼓的锤 是单来的啊 不尽量不要用架子鼓的锤 去打小军鼓 同理呢 小军鼓的锤呢 也打不了架子鼓 它那声音就不对了 然后咱们再来说 这个架子鼓的锤怎么挑啊 架子鼓的锤啊 传统上来说 您会看到很多的 这个数字和字母 比如说2B 不是骂人呢 人就是这型号 5A 5B 7A 这是最传统的四个字母 最早啊 什么2 5 7 其实代表的是它的粗细 数越小越粗 比如说2的锤最粗 5的锤居中 7的锤最细 然后这个什么A啊 B啊什么的 最早的时候 它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这个微调的系列 A可能是专门打这个爵士的呀 B可能专门打摇滚的呀 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以前是干这个用的 那么现在呢 随着各个锤厂 他们出的锤越来越细 而且随着他们有越来越多的签名锤 所以呢 这个数字号码呢 就用的不是那么多了 取而代之的呢 更多的是这个签名款 可是呢 这个签名款基本上 还是会和各个的数字呢 比较的贴近一些 会有小幅度的这个签名的这个艺术家吧 他自己有一些微调的设计啊 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咱们从粗了往细了呢 分别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比如说2B这个锤主要就比较粗嘛 它主要就是用来打摇滚乐用的啊 我手里面呢 现在已经没有2B这个型号了 但是我有这个锤呢 大家看啊 这个锤上面写的叫Rock 就是你一看 就是打摇滚用的 然后这个锤基本上和以前那个2B的锤呢 差不多 有几个特色 一一个呢比较粗 二一个呢 就是它比较的沉 然后而且它这个锤头啊 你看啊 是接近于椭圆的这个锤头 咱们还有不同的锤头 后面再讲 这个锤头是接近于椭圆形 您从侧面看都甚至有点长方形了 那么像这种锤头呢 明显就是说它接触柴也好 接触骨也好 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大 所以呢 加上它本身锤比较重 所以它打出来的声音呢 就比较大一些 哪怕我打哑骨垫 就方便你打比较大的声 然后打铲呢 实话说 我都稍微有点舍不得 我都觉得把这铲帮了呢 有点太狠了 总之呢 就是它声音比较大 咱迅速的拿这个比较细的锤 比如说8E的锤 咱们来对比一下 就是我使的力气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您能听出它那个声音的粗细 它有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2B或者说这种摇滚乐的锤 主要的一个特色 所以摇滚乐的锤呢 主要它就是比较的粗 而且呢比较的重 而且大部分呢 会采用这个椭圆性的锤头 型号上呢 一般都是2B 然后呢 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 7A的锤 一般7A的锤 是比较细的 比较轻的 甚至稍微有一点点短 每个锤厂出的不一样 然后呢 这个锤头呢 也会相对来说小一点 主要是打爵士用的 也是我手里边呢 现在就已经没有7A这个型号 但是呢 我拿两副比较接近于7A的锤 来看 您看啊 这个是一个接近于7A的锤 那么咱们用7A和这个2B来对比一下啊 你看 首先它是细了好多 而且呢 它还稍微的短了一点 然后这个锤本身也会轻很多 同时呢 我们看它这个锤头和2B不一样 2B如果是妥头的话 我们管这种锤头 叫做三角形的锤头 它是不是更长得像这个三角形 啊 那么这样的锤 7A很多的锤是这么设计的啊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第一是因为爵士乐相对来说比较轻啊 尤其是打这个传统爵士乐 一个架子鼓 一个钢琴 一个吉他 这三个人就行了 那么摇滚呢 都点声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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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吧 爵士乐很多都是弄个麦克风 然后就可以了 所以架子鼓本身的打法呢 就不需要特别重 它的锤设计比较轻 而且呢 就是像这种三角的锤头 相对来说 对于声音的变换可能更多一些 而且变换更敏感一些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就比如说我凭着来打的话 那么这个三角锤头 它底下这有一个角嘛 一共三个角对吧 锤头是一个角 两边是各自的两个角 那么如果我拿这个角来打呢 相对来说 它接触鼓面和接触产面的面积 会更小一点 因为它是个角嘛 而且是个锐角 那么如果我现在需要它的声音 接触的面积 稍微更大一点的话 是可以把这个锤 稍微的斜一下 你看等于我用这个三角的这个边 来接触这个鼓 那么你就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音色 那么绝世乐的还有的人呢 会打的声音特别的小 他需要就比如说类似于鬼音啊 或者就是似有非无的这种声 那么他还可以把这个锤呢 拿起来特别的力 所以几乎是用上边的这个角来打 这样它的声音就更小 所以在绝世乐当中呢 因为它本来的声音小嘛 然后它就可以各种声音的变化 那么7A的锤是比较合适 我自己最喜欢使的锤呢 会比这个普通的7A的锤 稍稍的粗一点点 然后这个头呢 也算是一种三角头 但是比这个三角的头呢 稍微的鼓度 稍微的圆滑一点 这是因为我在打这个爵士乐的当中呢 我比较除了传统爵士以外呢 我还会打一些拉丁的音乐 所以我需要呢 它比普通的爵士乐 稍微打那么一点点 然后这个 更适合我打拉丁音乐吧 所以就细分的话 光是一个7A可能就不够了 我自己用的那个 这个叫BB1 是因为我打的东西 可能和这个签名的艺术家 他打的东西比较类似 所以他的锤子就比较适合我 然后后期呢 在7A后边还出了一个 更小一点的锤 我们管的叫8A 大家看这个8A的锤啊 首先跟7A差不多细 然后长短也差不多 重量也差不多 但是明显能感觉到 他这个头啊 更小了 对吧 所以他的声音出来呢 会更细一些啊 比7A呢稍微更细一些 所以一般也就是打爵士乐的人 可能会用8A 或者的音量打的比较小的人会用啊 但是哪怕在爵士乐当中呢 8A实话说 也不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锤 您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 说了两头了 最后咱来说中间的 就是说如果我只买一副架子 五锤 然后我又想打摇滚 又想打爵士啊 什么样的锤 特别的versatile呢 这个在用锤当中 这个字也出来了啊 就是5A和5B 主要是5A 那么5A的锤呢 长成这样 这个头呢 就是 它其实更妥一些 它比那个2B的锤 2B的锤 其实我们甚至可以管的叫方头 然后这个5A的锤呢 是真正的 就是这种比较妥的这种锤啊 5A的锤 粗细呢 正好介于这个2B和这个7A之间 然后呢 轻重呢 也比较的合适 所以基本上就是 比较中性的这么一副锤 比5A呢 稍微接近于这个摇滚乐的是5B 我把这两个搁在一块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这是5B 这是5A啊 这个锤稍稍的粗一点点 也稍稍的沉一点点 然后这个头呢 稍微的大一点点 但是这个头呢 又稍微更接近三角一点 哎 总之呢 它就是一个中性的锤嘛 就是 如果它锤稍微更大一点了 所以它就做的稍微三角一点 然后就能往回折一折啊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是有一个5A 有一个5B 然后我自己用的这个Innovative呢 还挺好玩的哈 他觉得呢 有人觉得5A和5B呢 还是跨度太大 所以专门出了一个锤呢 叫Hybrid 是介于5A和5B之间 总之呢 就是现在这锤场越出吧 中间细分的越多 所以如果您要有这个经历 有方便的条件的话 最好去现场去试一试 所以总的来说 选锤主要几个影响因素 就是锤的粗细 长短 重量 以及锤头的形状 那么这几个作为排列组合 根据您日常所打的这个乐曲的风格 以及您个人演奏时候的一些习惯 您来选择您合适的锤就行了 如果要是初学者 那我就直接推荐您5A就行了 说了所有的锤呢 咱们稍微戴一嘴这个刷子 咱们后面我的架组课里也会有啊 就是这个铁刷子 打绝诗乐当中呢 会常用 是因为它能把这个音量给降低 同时呢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演奏方式 看着跟那个刷锅的是吧 最早这玩意其实是苍蝇拍上来的 那么选刷子呢 其实主要选两件事 第一个事呢 选的是这个 刷子是否密集 越密集的东西呢 它可能声音整个越大一些 然后越不密集呢 它肯定声音稍微小一点啊 然后第二个事呢 其实是选择的 这个刷子本身的 向下是否好摁 就是它软硬程度 那么这个软硬程度呢 很大一部分来源于 它这每一根铁丝的粗细 同时呢 肯定也跟它的材料有关系 就是如果您想选择声音 大一点的刷子 那么一般呢 您选择硬一点的 比较舒服一些 如果呢 您要是打那种传统绝诗乐的东西的话呢 我建议您选比较软一点的刷子 舒服 这样方便您去调角度 方便您在声音上细微的变化 所以选刷子呢 基本上这么一事 那么我手里呢 其实是有两根刷子 这个刷子更粗一点 每根铁丝稍微粗一点点 这个刷子呢 每根铁丝呢 稍微细一点点 然后它们软硬度呢 就会有区别 它们密度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我现在大概 我感觉是用同样的力度来 摁这个刷子的话呢 它们的角度变化 大概是这样的 就这个可能摁到底的劲 它呢可能摁到一半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感觉 好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说 刷子选购 那么刷呢 其实主要分三大种啊 一种呢是嗨嗨 一种呢是这个 right symbol 就是我们叫点刷 另外一个呢 是强音刷叫crash 但是强音刷还会细分 咱们待会再讲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三个刷里面 如果您要选一个 比较重要的话啊 嗨嗨和点刷差不多重要 我可能稍微的更倾向于 嗨嗨更重要一点 主要由于我打爵士 也打比较多啊 那么嗨嗨在挑的时候呢 主要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你两个刷闭合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 比较明显的清晰 那个chichich 就是这种声 很难用语言去描述 它到底怎么样 但是呢就是 有没有这种很清脆的 这种chichich的这种声 很重要 这是采查最常用的演奏的方式 像比如我这个刷是比较好啊 赛滨顶级刷的那artisan 所以它七七的那个声比较好听 大概听起来是这样的 对吧 就是它闭合的那一下比较的舒服 然后第二个事要挑呢 就是它这个点是不是足够的清晰 然后包括你开铲的时候 这两个铲在一块 咱第一集的时候其实讲完 让这两个铲在一块 有这种震动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震动的时间是不是舒服 音色是不是好 就这个是彩铲最重要的 所以您挑的时候挑这个就行了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 我认为排第二重要 甚至可以说跟嗨嗨 同样重要的这个悬铲 就是right symbol 就点铲 那么挑点铲的时候呢 行家会挑这个铲的薄厚 甚至说主要看的是 它的这个铲的重量 后面都会写的 这是几千几多多课 那是多多多多课 就是真正的那行 其实挑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您要是初学者的话 您用不着去跟这个事死磕 那么咱们主要看几件事呢 第一看这个铲的材质 是有关系的 塞宾现在高级的铲呢 它的材质叫B20 所以您比如说一看那网站介绍 说这个铲是B20配方的 那么这个铲就好一些 所以材质排第一 然后呢 它的这个薄厚 或者它的重量 如果您能现场去试的话 您不用知道具体多少课 但是您可以掂量掂 薄厚或者重量排第二 然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大小排第三 一共就这么三件事 然后如果从听感上说呢 比如说我现在不去干这些 我这面前有20面材 我就试 哪个比较好一些 试材怎么试 也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我唇击打在铲面上的 这个就是物体物理之间碰撞的这个声 点是不是清晰 然后呢 这个铲打完以后 它都嗡嗡嗡嗡 它有泛音嘛 那么这个泛音是不是在足够大的情况下 还没把那个点盖住 就是所谓这两个方面的平衡是不是好 第三点挑的呢 就是说铲帽是不是足够亮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用铲帽来代替牛铃等等这样的乐器 乐是这个摇滚方面您要打的这个铲 那么它乐需要点清晰 然后它的泛音呢 无所谓 铲帽需要特别的亮 如果您要打绝世乐的话 在点清晰的同时 要保证点和它的泛音能够混得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 它的铲帽反而无所谓 这是两个不同的 那么我现在摆在面前呢 我自己现在常用的铲 是一个22寸的 比较大的 更接近于绝世乐的 一个混合性的铲 HHX Legacy 这是那个David Weiko 他设计的就是摇滚和绝世乐中间的铲 因为我打的东西就是各种风格都有 所以我会选择这种的 如果您要是打这个摇滚 纯摇滚乐的话 用不着您有20寸铲就够了 然后买那个厚一点的 重一点的 声音可能会更适合摇滚 那么我其实所有打的东西里面 还是绝世乐居多哈 所以呢 我自己有一个专门打绝世乐的铲 这老的赛滨 赛滨的Vault Artisan 是它的还未公开售卖的实验型的铲 或者它只是少批量卖 就是为了在市场上试一试这个声音 到底大家能不能接受 大概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我这个是逃换来的一个二手铲 标都快磨没了 这个铲呢 就是跟我之前那个铲 比它的饭音特别的重 点呢就没那么清晰 相对来说 所以更适合打绝世 听起来就是这样的 它的延音的时间很长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我都可以拿它当成那个强音 就是Crush来打 都可以 所以这是我特别喜欢的绝世乐的铲 但是相对来说 它的缺点就是它的铲帽都没那么亮了 说完了点铲 说完了财铲 那么最后要介绍呢 就是Crush强音铲这个系列 其实强音铲本身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功用啊 最常用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强音铲 比如说我的这副铲 这个铲呢是赛滨的这个Artisan系列啊 这个铲就是可惜了 我没法拿到您面前 您没法颠颠啊 特别的轻 甚至比很多的那个财铲里的单拿出一个来 可能还会要轻一点点 然后我立起来以后 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 这上面有很多小小的点点 我稍微的反一反光 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出来啊 有一点小点 然后除了小点以外呢 隐约的还有一点大的椭圆形的点 所以这个其实是 尤其这边看可能更清楚一些 有一些大的椭圆的点 这就是我所谓的坑坑歪歪 就是有一些大点有一些小点 然后这个铲特殊的呢 就是它用到的是大点和小点混合制的工艺 有的铲呢 就可能它更多的打小点 那么打的点越多 点的各种形状越多 那么这个点 它的不同的泛音越多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茶越花 那么我个人在挑这个强音茶crash的时候 我特别倾向于挑那种特别花的茶 第一呢 花的茶听起来听感比较好听 丰富一些 第二呢 就是我们想啊 在物理上 你的音是需要共振的 那么比如说我这个茶特花 证明我这个茶里边 抖爱命发搜大西都有 那么我在打这个曲子的时候 正好这个时候比如萨克斯吹了一个抖 哎 我这个各种声波里边 包括抖的这个声音的频率 那么我是不是能更好的共振呢 那我的茶是不是更容易被听到呢 那么比如说这个曲子突然变了 我从抖打到声发这个调 抖和声发就几乎不共振 频率没有什么共同的频率 但是如果我这茶本身比较花 也包括了这个声发 那么换一个调的时候 这个茶也能被听到 所以我选比较喜欢选花的茶 然后呢 这个茶由于它比较的薄 所以呢 薄的茶呢 声音相对来说音调会低一些 然后但是呢 它共振完了以后呢 随着它的花呢 就是我认为比较好听啊 就适合打绝世乐用 而且它薄嘛 就比较容易震动 也比较好驱使它 你不用打特别大的音量也行 所以这个茶呢 它本身的音量的这个范围 也会比摇滚的茶稍微更大一点 那么除了这种比较正常的强音茶以外呢 我们还有可能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茶 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 都是窟窿的这个茶 那么这个茶呢 就是它因为有窟窿嘛 所以它的那个声呢 有点类似于 您琢磨一下打锅盖是啥声 或者打那个蒸笼里面那个笼屉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啊 老的那个蒸锅金属的 然后那个笼屉拿出来 开个玩笑说 也就长这样了 所以它的声音呢会更散 很多时候因为它打了眼 所以它的声音会更短一些 它会这个消失的更快一些 所以像一些特殊情况下 我需要这个声音比较的散 然后声音比较的野 然后最好那个茶的声音赶紧消失的话 那么打眼的茶呢相对来说好一些 还有一种呢 是我自己特别爱用的茶 是这个小的茶叫Splash 它专门是有这么一个名字叫Splash 那么这个茶呢 一般最大不会超过12寸 普通的那个crash基本都14寸起步 14寸到20寸都有 这个茶呢一般就12的 然后或者10的 甚至8的6的都有 这个茶的声音呢 因为它茶小 所以打完一下几乎就没了 特别适合在一些细小的点上 我就给一个kick就啪一下 就结束了 声音呢稍微小一些 可控 然后这个声音我觉得也比较的可爱 茶长的也比较的可爱 那么如果要是初学者 您买茶的时候怎么买呢 最基本的设置是一共买三套或者三面三组茶 你怎么叫都行 就是一对嗨嗨 一个这个点茶和一个普通的crash就行了 如果您要是更厉害一点高级的股手的话 先增加crash 然后再增加点茶 这是一个买的顺序 然后稍微给大家特殊介绍一个吧 就塞边最近新出了一个型号 叫 Stratus 那么这个茶呢是 它尽量用机器来模仿手工打造的那个感觉 所以这个茶呢是比较便宜的茶 但是呢是比较接近手工茶那个状况 如果大家感兴趣 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类似的这种东西啊 反正更贵的茶一般情况下说是更好的 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谷 因为这个谷啊都是这个谷祖 我没法给您摆个什么十套八套的 然后去对比 我也没那么多谷 所以就是我跟您说一说挑选谷的思路就行了 挑选谷重点分两个事 第一个事是谷的材质 第二个呢是谷的这个大小 那么材质上说呢 如果这个谷是Maple是蜂木的谷 它基本上是万用的 几乎所有的牌子的谷 它的顶级谷都是蜂木的 那么如果您要是想选择这个谷 声音稍微更亮一点的话 比如说打爵士乐的人 希望它的谷小一点 然后声音特别的亮 那么一般我们会选 Birch啊 叫做画木 不是说画木就比蜂木不好 但是呢 画木相对来说 它的用途比较单一一些 所以您如果是专门打那个风格的音乐的话 画木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还有第三种木头呢 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叫桃花新木啊 英文叫Mahakany 像这种木头呢 它实话说它不属于硬木了 它的质量会稍微低一点 但是它有它的特色 就是它打中低音域 特别的好 所以如果您是一个初学者 且您打摇滚乐比较多的话 反而Mahakany的这个谷会比较的适合您 无论从声音上还是从价格上来说都适合您 那么除了木头以外 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骨的这个大小 多说一嘴啊 就是以前的骨老的骨 还分这个骨壁的厚薄厚 比如它是四层木头窝的呀 还是六层木头呀 它是7.5毫米的呀 还是5.5毫米的呀 但是现在的最新的骨呢 已经越来越趋同了 所以除非您是特殊定制 就是给您个人定制的骨以外呢 市面上的骨它的壁的那个薄厚差不多 所以咱就提一嘴您知道这事就行 但是没有太多可讲的 然后呢除了这个骨的木头以外呢 我们挑的就是骨的大小了 地骨如果您打摇滚 就是22寸的 或者24的也行 但是常用22 如果您要专门打绝世月的骨的话 一般是18寸 我还见过有16甚至有14的 绝世月骨18几以下 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一个中性的 两边都打20的最合适 然后呢和它配套的通通骨也是有区别的 老的打摇滚月的骨 一般呢三个通通骨都是12寸13寸16寸 其中这个16寸呢是落地通 如果呢您要打绝世月的话 一般呢是10寸12寸和14寸 14寸是落地通 甚至呢还有8寸10寸14寸的 越做越小 那么如果现在还出来一种骨 叫组合形式 就是正在中间的 叫Fusion 就是两边都能打的骨 那么它一般是10寸12寸 采取的是绝世月的那个耳朵通 然后它落地通呢用的16寸的 采取的是这个摇滚月的落地通 然后地骨呢用的是22的 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 一共分这么三大类 小军骨呢基本上都是14寸的 可能有的深一点 有的窄一点 问题不大 比较标准的呢 就是14寸乘以5寸 或者14寸乘以6.5 在个区间之内都可以 如果您要是高手 顶尖的骨手 他们挑骨怎么挑呢 其实各个骨的厂家 做的这些什么大小啊 木质啊都差不多 您要想找的 您都能找到这个合适的 最细微的区别啊 其实是那个骨身 它不是一个木头桶子吗 圆柱体吗 它圆柱体到最上边 是什么样的形状 这个比较讲究 有的呢是这两个骨帮 然后最上面合成一个三角形 有的呢是骨帮 然后写结成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然后还有的呢是骨帮 然后在上面呢 变成一个圆弧形 所以其实呢 基本上各种品牌 它的卖点主要是在于 这个骨圈最上面那个边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形状 以此呢 它和骨皮的接触的这个点 会有所不同 带来的声音差别会比较的大 所以呢 高手挑骨主要挑的是这玩意儿 那么如果您要是新手 想买一套真骨的话 看您的预算 如果您的预算实在比较低的话 基本上有名的这些牌子的 入门级的骨 比如说 珍珠的那个Expert 比如说这个YAMAHA的Stage Custom 像就是类似这样的骨 都可以 他们现在其实做的质量 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您是初级的股手 但是您的预算 稍微高一点的话 您就买各大主流品牌的 最便宜的丰物股 一定没问题 那么这种股 已经可以作为职业化的股去使了 那么还有的初学的朋友说呢 说我连架子股都不想买 我能不能先从股垫 买股垫试一试 没问题 咱们呢也来聊一聊股垫 那么股垫呢 其实有一些 这个国内有一个类型的股垫 那甚至我自己都没有 就是它真的是那种特别硬的那个胶 那个东西我特别的不推荐 就是因为它比较的镇手 然后它的那个弹性呢 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所以那个东西呢 比较的不舒服 所以我这辈子就我试过它 但是我从来没有练习的时候 没有用过它 然后还有一个呢 比较大家比较常见的 可能是类似于这样的股垫啊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中间带比较厚的这个胶垫的 这个股啊 实话说 不是很适合 架子股或者 甚至小军股的这个股手 就是它的弹性太大了 这我就打的时候 您如果一旦上真股 您会觉得跟真股的差别巨大 您在这上面打的很好的双跳滚揍 在真股上打不出来 因为它的弹性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是给谁准备的 这是给这个行进股 就专门打行进股的人准备的 所以您只要不是打行进股的人 它可能有一些很多有名的牌子 出这一类的股 我都建议您不要去用它 因为真的在打真股的时候就不舒服了 我给大家比较推荐的呢 是这个这样的股垫 这是赛滨的这个Quiet Tone 这个是我用过所有股垫里面 最接近真股的 这个股垫呢 跟小股的大小是一样的 你练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搁在真股的上面 如果您怕扰民的话 音量呢是可以的 对吧 它有一定的那个幅度 然后同时呢 这个股垫呢 它的弹性呢 也跟小股比较接近 你看弹两下它就没了 真实的小股也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打双跳 打滚奏 能在这上面打好 那么基本上您再去上真股的话 差别就没有那么大了 而且尤其是它又带股边 然后这个股皮长得也和真股差不多 所以当您上真股的时候 您在视觉上也接受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然后您在具体练的时候 由于有股边呢 您基唇的角度也会比较的 和真股比较的像 因为那纯股垫呢 之前说的那个它没有股边 您有的时候可能 虫会更靠下一些 但是真到了真股上 有股边呢 就发现容易磕边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个类型的股垫 是我认为最好的股垫 好吧 那今天呢 架子股所有的设备呢 先跟大家说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 也欢迎各种各样的提问 我能给大家回答的呢 尽量给大家回答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